你好 歡迎收看5月13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旅會 以農業觀光立憲的花蓮 近年來因為國人飲食習慣改變逐漸細化 花蓮農業面臨困境 加上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更衝擊到花蓮的觀光產業 因此花蓮新政府積極北上 拜會了旅遊業或者是基金會等企業單位 期盼藉由相關產業合作 推廣花蓮農業和觀光旅遊 讓更多人認識好山好水的花蓮 花蓮以農業及觀光立憲 因為近年來國人飲食習慣改變 逐漸細化 進而影響全台農產銷售 包含花蓮農業也同樣面臨困境 加上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更衝擊花蓮觀光旅遊產業 因此花蓮縣府近日積極北上 拜會旅遊業或基金會等企業單位 期盼藉由相關產業合作 推廣花蓮農業與觀光旅遊 近日花蓮縣長徐正衛 率領包含農業處長、教育處長等人 拜會知名旅遊業集團 教育基金會以及水果飲品店等 期盼藉由經驗分享與交流 將花蓮在地大西瓜做行銷 花蓮特色旅遊做包裝 並整合現有元素與資源 串聯民宿、飯店及伴手禮業者 讓花蓮回復以往的觀光景氣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花蓮大西瓜買氣 花蓮縣府主動出擊 一夜合作舉辦西瓜節 力挺花蓮在地大西瓜銷售 縣長徐正衛表示 花蓮縣在地理環境上得天獨厚 孕育出許多安全無污染的農產品 是有機驗證面積 農戶數都排名全國第一的行政區 也是有機水稻、有機蔬菜、有機特作雜糧類 全國第一大產區 期盼迎接各地遊客走進花蓮 體驗好山好水好空氣 記者長邦彦華蓮詩報導